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观众的心目中 黄磊一直都是娱乐圈中的好爸爸 好老公的代表 此次拍摄一个关于家庭题材的戏剧 黄爸爸自然是驾情就输 一上台心情不错的黄磊也大方提及自己的太太哦 我老婆也没在 有特殊情况 嘴角止不住地上扬小编想说 小生命的即将诞生也让黄爸爸充满力量 人首度跨界尝试总有一些担心与麻烦事相随 但到了黄磊这儿 这初当电影导演竟然稀松平常 十分顺利 不得不说这厨艺无边境的黄老师 这潜力大着呢 值得一提的是 麻烦家族在未上映之前 就已经获得了半个娱乐圈的点赞和支持 尤其是黄磊的父亲和恩师也都出镜了 平日一向以洒脱睿智形象示人的黄磊 此刻也是眼眶有些微微发红 这是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今年81岁了 他依然还在国家画卷的演员 最近那个杰迪欣导演的那个法源寺 我都大家也没看 看了里面那个李文章就是我父亲 他81岁还在我家里面做表演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恩师 我的老师培养过很多很多的恩师 随着新综艺高能少年团的热播 刘浩然的人气也是扶摇直上 深受姐姐阿姨粉们的喜爱 昨晚这位90后人气偶像 也是惊喜先生上海为某活动站台 简单俐落的衬衫搭配黑裤子 阳光形男的魅力进行 话说明星们都很注重造型 这天气一变化 大家也都跟着换形头搏眼球 当大家都把各种奢侈品牌穿上身的时候 更值得刘浩然却被一众眼尖的网友 捕捉到经常是穿着校服出行 龙服也就是一件穿的就要是 那主要是蓝 那个是蓝 因为那是我们学校校服 就是学校小卖店600多一件 对 学生证直接去买 这个是我们专业课同学都爱这么穿的 因为是我们有时候在专业课教室 哪怕冬天 我们进教室因为有暖气 而且我们要做什么身体训练 都是半袖T恤 然后可能运动裤 这是我们四季的标配 然后所以说如果我们再一层一层 在外面套衣服很麻烦 虽然对平日里的穿着没啥大讲究 不过刘浩然对戏中的造型还是要求颇高的 近日正在拍摄《狼牙榜2》的刘浩然就表示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为了剧中的古装造型也是吃了不少苦 冬天拍古装还行 因为穿的多 沾头套比较暖和 然后夏天就 现在已经不行了 现在因为你想他沾那个前后纱 就痒了 天天我们中午所有演员吃饭的时候 就是筷子这头是吃饭 另外一头是哪里 在《狼牙榜2》中刘浩然饰演的肖平君 由最初的公子哥成长为少年将军 这个人物的蜕变对刘浩然可谓挑战不小 刘浩然也坦言自己在拍摄时 除了不断揣摩人物还在努力偷尸呢 你和不同的很厉害的演员一起合作 就是每个人的表演方式都不一样 就我就偷偷地学啊 然后偷偷地问啊 可能晚上或者吃饭的时候叫着来 可能就在那旁边聊 然后听他们聊 然后我在那边听 然后可能有时候自己再问两句 我觉得这个是对 勤问对学习 就是对进步时有很大的关注 尤其是扮演哥哥的黄晓明 刘浩然也特别表达了自己的崇拜之情 想跟哥像什么骑马 大戏 然后所有戏 我就觉得 因为我这个戏之前 我现在我一次马都没骑过 就完全不会 就是进足 然后一看小明哥翻身上马 拎起来就跑 然后后来可能开始骑 然后小明哥告诉说 你骑马你就要胆大 然后你要把腿夹稳什么的 我现在就三个月四个月 我现在可以一手拎将 然后一手拎杆长枪 直接在草场上跑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部戏把马戏练出来 小编点评 党的演员骑马射箭 必须样样心通 昨天电视剧烈火如歌 在象山开放媒体谈班 主演周云明 迪力热巴 张冰冰等新手亮相片场 据悉此次在剧中 仔仔周云明饰演的 银雪与热巴饰演的 烈如歌 有着一段难分难舍的 武侠情缘 总饰演现代偶像剧的仔仔 在成为人妇后 终于意识到 要挑战一把自己 大概十多年来 都不太想要拍 古装的电视剧 是因为 一直以来都有长辈跟我讲说 第一个就讲说 你古装就很电嘛 我说那边非常热 然后你要戴头套 戴久了 你一定受不了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拍 但后来我发现 不行哦 我真的不想要再过 过很久之后 然后才开始拍 拍这个古装戏嘛 然后所以我想说 从去年开始 我就开始接触 再在研制这么高 古装造型自然也是 帅气十足了 这一步就连热巴都表示 在对戏时 可是又被他摔到了呢 被摔到了好几场 就是他会 会很心动 如果会很心动 对于初思合作周云明 第一热巴这位92年的姑娘 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当年的流星花园 迷到了一片少女的心 此次两人携手合作 也算一人热巴 这位小迷妹的少女梦吧 十几岁的时候 我不会说小时候 我不会说小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有看那个流星花园嘛 所以在她面前会不自觉地唱那个 陪你去看流星雨 然后有一种 小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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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种 电视机里的人 出现在我面前的感觉 和少年视段无相合作 不知热巴心里感觉怎么样 我的印象很深的 就是微信花园里面的 就是画可能不是很多 然后可能会就是默默的这样 但是现实生活中 见到的就是画 还好 超多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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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私下里两人关系挺好 但是在戏中 热巴可不是那么好追的 再次又是如何俘获她的风心 我的角色的优势就是 脸皮够厚 不管遇到怎么样的拒绝 都死皮赖脸的一直缠着对方 对 就是什么形式来看 你们就一直告白 有意无意的 身体的接触 或者是眼神的对视 都会告诉对方说 我是很明确的 就是要追求你 小编点评 追女生秘诀赶紧接下来 老板天响山报道 女明星啊 真的是迷一样的 存在之 生完孩子之后啊 生孩子之前 都没有什么差别 你说这个样貌 还有体重都是不变 你就说最近被拍到 这个阳影现身厦门的机场 你看 这满满的少女感 哪里像一个妈妈呢 不过相比之下呢 我们的小明哥 变化可是不小 大家在很多的活动当中 发现了小明哥 不再像以前的恐无有力 而是变得有一点点发福了 所以呢 很多人都说 啊 小明哥 这是身材方面的放飞自我 不过说到放飞自我 我觉得 接下来这部人呢 就是比较可怕的放飞自我 因为他们是人形方面的放飞自我 娱乐圈的大明星们 时时刻刻都得 管理自己的形象 吻顾自己的人设 然而却偏偏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一言不合 就要放飞自我 将偶像包袱 似得碎碎地 扔到了天涯海角啊 这部昨天 自带热搜体质的郑爽 又一次热热闹闹的 花式图版霸占新闻头条了 有报道称 郑爽开小号 痛骂鼓励那扎 称其不择手段 才拿下择天计的女主位置 这吃瓜群众表示看不懂啊 这样扎心的言论 真的出自清纯的爽妹子之口吗 不孤小爽的出道历程 当年应一起来看刘新云 郑爽一炮而红 你要我开着这辆车去上班 还会有老板雇用我吗 你这哪里是想要和解 分明是想气死我 我告诉你 和解是做梦 你想都别想 而后郑爽的演艺经历顺风顺水 更是在热播剧《微微一笑很清晨》 与杨阳上演 露无害的青春无敌的样貌 让郑爽迅速讨得观众关心 自然而然的 他也成为了粉丝心中的 清纯乖巧的代言人 然而郑爽的清纯人设 却因被卓尾拍到一组吸烟照而碰塌 翻看郑爽近几年 在公众平台上的表现 其实他清纯乖巧的人设 已经在一步一步瓦解 先是缺乏自信为爱整容 我去整容啊 我去干嘛 我觉得自己都是属于 有一种费面的状态 就是越来越不自信了 然后会发现对方离我越来越远 再来被爆片场耍大牌 让T恤与男主罗靖对系 自己玩手机 而郑爽在粉丝群内 收起挥费200元的录音 随后也被曝光 就是说每个群 其实挥费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想说自己新手 创造这个团队的话 我想他有自己的价值 郑爽甚至还在参加某真人秀节目时 情绪崩溃 失声痛哭 我比谁都懂 所以我就说我就不爱做这行业 我就不太适合在这圈里 我要成为一个大胖子 谁还喜欢我呀 但如果观众喜欢的话 我可以呀 我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你就非得把帮私底搞我 这些负面情绪似乎在郑爽身上 被无限放大 而是抽烟被拍 郑爽才算彻底杠上媒体 在微博爆出自己的小号 惊人的言论彻底颠覆形象 就这样子说谁谁都挺到心的 我也有压力呀 然而这次郑爽再度与鼓励 那扎捆绑刷出了话题 那些过往的陈年旧事 又被吵了一回呀 当年与郑爽分手后 张翰恋上那扎 那扎便一度被黑粉各种喷 相当崩溃啊 因为我觉得我讲什么都是错的 然后我的朋友还有我家人 就有一次我妈妈很生气 就要把手机抹拆 对我就说我想退出微博 那段时间耍心机装可怜的标签 在那扎身上挥之不去 那扎本来给粉就不少 张翰也是多方位自带周黑体质的人 这两人碰到一块 那可是黑加黑大于黑 不忍直视啊 然而在近期热播的某真人秀节目上 那扎的画风似乎不一样了 难道他也长出了一对隐形的翅膀 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 为什么突然尬舞呢 尬舞时间 尬舞的时间到了 这个我会 等一下 这是真正的 这我们三个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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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舞那扎都是说来就来的呀 他那轻盈的旋转 灵动的舞姿引来较好声一片 而当那扎换上节目组 精心准备的礼服时 我的妈 你们四个爬 不要 不要搞爬 你不要动啊 快点好好爬 放上一只猴 像一个营养不良的猴 果然美不过三秒 这一身粉色脸体裤 完全颠覆形象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那扎 不得不说 这回上节目 那扎也是硬气了不少 张口就是实力对呢 穿在上面白的是吗 我穿白的 对 我基本上都是白的 我也是 咋想 不要跟我撞 你会死得很惨 基本上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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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当初那个节目上 哭哭啼啼的那扎吗 放飞自我后的那扎 反而更乐观 更勇敢 相比来说 正上同学 是不是更要反省一下自己呢 做自己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太任性 其实话说回来 每经历一个新的阶段 就会有新的改变 去唤醒身体里的 另一个自己 然而能够做回 真实舒服的自己 那才是最完美的人设 乐凡天总 欢迎回到好 是好给你 玻璃还在点心店 独家关闻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各位好 我是金泽源 大家好 我是紫薇 在这里呢 要恭喜这个90后情侣 董子健和孙英 马上就要结婚啦 而且呢 他们公布这个婚训的方式 还很特别 不是发声明哦 而是通过这个杂志的方便 告诉大家 我们就要结婚了 还是蛮奇特的呢 是 之前呢 这个网上传了很多的消息 说两个人呢 这个感情不是很好 已经分手了 等等等等 但是我觉得人家公布婚训 就是对谣言最好的回忆 不过说到谣言呢 最近呢 人民的名义是非常的火 很多网就说 哇 人民的名义 已经开始拍第二部啦 这个时候呢 人家导演就说了 我们没有拍第二部 我们最近正在筹备的是 电影版的人民的名义哦 要说前阵子 哪部电视剧最火 那肯定非人民的名义莫属啦 剧中老戏骨门 那如同教科书般的演技 想必也是让不少人 大呼过瘾吧 这不昨天 曾在剧中 饰演赵锐荣的演员冯雷 就在北京签约了新公司 而导演李璐 也是到现场助阵 这导演一出现 自然也少不了 被大家追问 人民的名义 究竟什么时候 排却须急啊 不过大伙也别着急 虽说续集暂不开拍 但这电影版的人民的名义 已经开始筹备了 是不是跟小编一样等不及了呢 就连在剧中被判死刑的冯雷 在当天接受采访时都表示 他也没有放弃呢 听说这个消息了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他们怎么定 反正我争取一下呗 要是有合适的机会 争取一下呗 哎呦我说 难道电影版的剧情 是要反转了吗 那不知道一向能动手 就别吵吵的龙哥 有没有信心 起掉咱们一位 众多的达康书记呢 肯定匹配 PK不过呀 达康书记那眼皮多酸啊 小编点评 达康书记的欧式创业P 用我们来守护 前几年深居简出 低调到不行的 港产片的女神们 近几年似乎一个个 又有了新的人生目标 有的高调付出 参加内地各类综艺节目 有的积极开拓 新的领域玩起摇滚乐 还有一类女神 就凭借自己昔日的影响力 义无反顾的下海经商 昨天 关志玲以创业者身份 在北京出席 女性创业计划期的仪式 已经创业半年时间的 关志玲对创业者这个身份 越来越得心应手 不过相比同时期 出道的其他姐妹 选择通过参加综艺节目 来增加曝光量 关志玲表示 自己不愿意再重走老路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那我自己喜欢 在设计上面的一些工作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不如去拍戏 但是我觉得 我希望我给 大家有个好印象就好了 就是大家以前 看到我的电影 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就应该可以了 景玲在强调自己不愿意 艺人身份再次回归公众事业 但凭借多年在演艺圈 打拼的经验 关志玲也是很懂得 新文话题对自己的重要性 似乎有意无意 也不愿把话完全说死 综艺的节目 看呢 如果有适合的 也可以上的 但是如果拍电影的话 我已经考虑了好多年了 那应该 机会不会太大 看呢看呢 这个是可疑不可求 乐翻天 环轨来到玻璃海带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呢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奖心 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 可以获得的是 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以及我手中东单位 是娱乐翻天 为你定制的充电宝一枚咯 是的 今天娱乐显微镜的问题 就是穿这双鞋子的人是谁 只要你都乐翻天的 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 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呢 获得有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以及乐翻天定制的充电宝 等着你来索洗咯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咯 再见